那陳定南先生的公子 他也講說陳定南是屬羊 那他不是屬變色龍 所以來諷刺柯文哲 未經他們家屬的同意 可能也不了解陳定南先生的為人跟原則 就自許為陳定南 我相信這一點顯示出柯文哲主席 第一個他很不尊重當事人 不能因為陳定南先生 他已經過世了 就隨便冒用他的名字 想要當他的繼承人 第二個也顯示說 他對於每一個人 即使是他認識的 即使是他所尊敬的人 他並不曉得說 他自己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在這一點上面 我覺得不尊重對方 不了解自己 那我相信選民也不會認同他